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故事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 召唤出你我的想象共同体 年节时令的灵嘴时务 妙口节庆的热闹戏曲 传统建筑的艺术图腾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让访谈 口述来重新拾起各自的记忆吧 我们自己的故事 自己说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跨年特辑 我是古灵精 我们终于来到了2022年的最后一个时刻了 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支持以及肯定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啊 我们带大家认识到台湾许多在地传统艺术 以及文化相关的主题故事 哦 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从昂 我们从昂谷柜 饼模 寺庙修复艺术 神秘的黑旗 铜万草鞭 家匠 焦纸桃 门神 南管国乐的传统音乐创新 那还有包含就是日前当红的台语文化跟双语教育 那这段期间啊 我自己也因为这个节目 然后结交到很多新的朋友跟很多的同好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收到很多受访者以及朋友们给我的回馈还有鼓励 那所以真的就是在岁末的时候要就是特别做这个节目 然后好好的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啊 因为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集 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节目后制张永桥 就是我们做国乐创新的那一集很厉害的音乐人 他为了节目 然后就是真的 好朋友相挺的 就是带来他创作的两首曲子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首呢 就是他刚回国就获奖的捷运龙山四体 龙山四暂体音乐 星火相传 那另外一首啊 就是晨曦生活节的主题音乐 来和大家一起跨年 然后所以 然后同时啊 我们会在就是我们节目的各个podcast 还有粉专的相关网页 会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清单连结 那欢迎就是大家在一面听音乐的时候啊 然后一面点进去告诉我们未来 或者是之后你想要聆听的艺术家的故事 又或者是有想要接触了解的传统艺术 或是艺术相关的讨论 那我们就会请我们很厉害的节目企划 来找这些主题 或找这些相关很厉害的人物 来到我们的节目 然后实现大家的愿望 好 那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 那我们现在就来一起听音乐过新年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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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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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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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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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